对用水大户而言 经济部水利署后年起要开征的耗水费 到底会让他们每个月多缴多少的水费呢 我们来了解自来水公司的估算 经济部水利署决定对用水大户开刀征收耗水费 让不少产业相当紧张 也频频关切未来可能要多缴多少水费 依照经济部水利署目前的规划 每月用水量介于1000到3000度的用水大户 像是SPAS洗车业者等等 假设用水费是1万多到3万6之间 一旦加深耗水费10%后 推估每个月要加收1000多元到3000多不等 以此类推用水量在3000到6000度的中小型制造业业者 每个月要多付7000多到1万多 至于每个月超过6000度的用水户 在被加收30%的耗水费后 每个月要多缴至少2万元 所以行业大概有工业区的 工业区还有大概就是一些高科技的 其他大概像国营事业里面 中钢跟台电大概也会影响到 可别小看耗水费水公司指出 有的用水大户大概每年得多缴纳数千万元水费 我们最爱是公司 我们是配合水利署 他现在目前定定的这个政策 那这个现在是正在泥镜当中 无论对一般小工厂小店家货 是用水量大的制造业 耗水费一旦真的上路 都将是一笔成本支出 或许可以因此唤起大家 更加重视宝贵的水资源 UDN TV王嘉宏 陈一华新北市报导